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我们台湾铁路局优秀的机车长 他在历次的表现都深获铁路局方面的肯定 那这一次因公殉职我们都感到非常的不舍难过 也对他的精神感到非常的敬佩 因为事出突然 那他还是在最后的一个时刻 他在建守岗位 没有放弃他的责任 所以当他被发现的时候 他是因公殉职 顽固在他的驾驶座位上 他的手还紧紧的握住他的驾驶感 让这一次意外事故的伤亡降到最低 这样的精神就是我们很珍贵的台湾精神的展现 台湾优秀的机车长我们的蔡先生 他能够在遭遇危难的时候 仍然坚守岗位 仍然尽他应该尽的责任 我们非常的敬佩 那所以我们会请铁路局方面 给他最优的抚恤 那我们县政府呢 也启动了急难救助的机制 我们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我们会协助他的家属 来做好各项的善后安顿处理的工作 县府立即启动急难救助 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并协助家属做好各项善后安顿的处理工作 同时意指示法制处 协助家属争取法律上应有的权益 除启动急难救助外 对于蔡先生尚未成年的独子 因面对重创的伤痛未来发展 社会处亦将持续关怀 协助家属早日走出阴霾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 采访报导